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收入稅增有短增的情況 舉例來說像2009年國民黨執政就曾經短增了兩千多億 但蔡總統上任以來我們看到年年實證數都比預算數多出很多 所以這是行政效力跟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蔡總統在12月31號主持國安財經相關的會議中明確做了三點財事 就其中一千八百億就是要留作應對不實之需 並讓全民共享經濟成果 行政院雖然在年假休息中各部會也都大家一起來開會 並且在演你相關怎麼樣落實總統三點財事 那對於一千八百億準備預留四百億來應付不實之需 但其一千四百億來讓全民從小到老能夠共享經濟成果每人六千元 那相關的法源以及應該怎麼發放的軟體設計等等 各部會正在盤整預算的編列都必須要有很綿密的作業 我們現在密集在進行中 一定案後就會經由行政院會 通過再送請立法院審議同意 我們希望開村以後就能給全民一個新村的祝福 這些都必須要有綿密的作業及立法院的同意 那不需要再經修法程序 我們也特別讓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的民眾 能夠得到即時的溫暖 所以今天下午 我交代衛福部 約請各縣市政府的社會局長 大家一起來商量 中央會把錢撥到地方 希望地方政府趕快作業 最快能夠在農曆過年前 讓低收入戶每人750塊 中低收入戶每人500塊的加花 能夠每個月入帳 那同時我們能夠今年一年 都照這樣來做 希望全民共同努力 這經濟成果 國家應對 所以讓勞健保能夠永續 讓台電為大家節約 用電各方面也能繼續經營 電價也能穩定 同時也能強韌經濟 來在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還能在經濟發展 建立良好的基礎 希望國人同胞大家知道 政府挑著重擔 其實非常不簡單 都是以全民的福利來著想 以國家的現在跟未來的基礎來著想 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 發展這集 我們會為大家認識 我們會跟高雅的一廢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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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